长者收股息 现在是3.51分 股市差不多收了 但我相信银行还有盘 给你做人民币 人民币现在去到6.7分 这个位置 美金有多少上息 我不觉得它是转势 只不过去台阶的水平 会在这里交着一段时间 如果你想过年的时候 举手投降 有时候有什么波动 你可以听到这里 听够了 关机 走到这个文行 把你长仓的人民币 就减少 就不是全部卖 例如你有1元人民币 不如减35% 减35% 当一半获利 部分获利 如果在这些转势位 有货 可以赚一点 其他人都拿着 我看到研究报告 首先我批评一下 比如中金你想出一些研究报告 你无需用一些很特别的字眼 例如这些看上去的人都不太明白 叫做抢炮预期 什么叫抢炮预期 什么叫交易透支 你无需这么说 你不是说明 说美元的跌势 已经去到超了预期 以及它不应该跌到的位置 已经跌到的位置 随时有反弹 有转势的风险 提提提 因为投资在人民币上的朋友 就要小心一点 就是这样的意思 很简单的 你不需要用这些 教文着字的字眼 真的不需要 我知道有很多 北大清华的学霸 在你公司那里 或者是高盛出身的 哥哥姐姐 其实写研究报告 你无需用这些深的字 去表达一些 很简单的逻辑 这样的 883 就做得很好 因为它发营起 营起的时候 就令到它升上11.4 如果在9-10元边缘 那里有货 现在放在你面前 就是这样 你自己去选择 它的走势 上一次52周的高位 就是在这个 差不多到的了 差不多到的了 现在这个升幅 差不多到的了 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 在4月的时候 派一次特别股息 因为它去年 又是发营起 之后 在4月份 就有特别股息 乖乖地拿着它 都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 你已经满足了 升10%多 你都可以了 你可以换857 我这么说的意思 就是因为 857 它现在刚刚升上 回到4元 其实它52周的高位 是4.4 这些高点 起码 对上一次的高位 都是4.3 它现在超越了上一次的高位 它向上走 它仍然是有些水位 水位 比例上 高于8.8.3 如果你觉得 8.8.3 我满足了 换入857 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两只油股 现在都仍然可以投资 因为它 连续两年 两只股票的业绩都好 就是 8.8.3 我相信 它今年 会有 特别股息的 机率 相当高 这两只股票 仍然可以投资 是有水位向上走 8.8.3 水位 就是它的利息 期待着它的利息 8.5.7 它仍然是一些落后 对在52周高位 其实还有一些落后 它是很有条件 升上52周高位 中移动 我觉得它已经去到 它对上一次高位的水平 如果要再升 就要等它份业绩多少 就是如果那份业绩 派息有增长 有增加 它就会再升多些 要是2元就2元 譬如它说 派2元息 它可能升2.5-3元 就是要等它的业绩好 还是不好了 它现在去到这个位 已经开始 55.8 这些位 已经和它上一次的高位 差不多了 会在这里交涨一下 会在这里交涨一下 所以这只股 如果买了来收息 就不留意 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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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度 这一季的升幅 我想都达标 不达标 再买 就是买去份试 如果是收息一续 不介意 短期走势 都可以买的 它会有息派 派息时近 它会再有一些升幅 幅度 就视乎它分析多少 最近我发现了值得投资的 都是李生的股 很多李生的股 不知道是什么事 不知道呢 我就没理会它是谁 我只是纯粹看 纯粹看它近期的走势 这只股 就是电商营科 电商营科 现在升穿了3.8 3.8和6 它的势头就是回到上次跌下来 真的很合理 真的 上次跌下来的时候 位置是4.1 4.1.5 这些位置 它是近的 近的 继续升下 如果未升到 它停下来 也不像停下来 阳粥每天都有 可能去回到上次跌下来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业绩 如果业绩 业绩如果好的 就升回到矮尔州高位 这只股还有水位 也可以投资的 这个爆仔 不过我想要等明年 现在4点了 这只股产业信托又走得挺好 6.34 我建议可以买的 和883一齐推荐 现在这只升到6.7了 这只股 已经差不多接近上次跌下来的位置了 那我就 我觉得它还有少许 还有少许 还有少许 水位 在这里 7.05 它是从8元的跌下来的 很惨烈的跌下来 你指了时 现在就没有这个复苏了 它现在升上去的机率 大概向下跌的 第一它不是升得很高 第二 我真的看过去那些 鸿馆附近的商场 什么新都会 那个 智库新都会 现在叫做 是很旺长的 那时候陈奕迅演唱会 很厉害 想找个车位也没有 想找个位置吃饭也没有 那时候的活动 如果那些活动 会恢复正常的话 它这个商场 那些租金是支持得住的 我觉得 这只股 还有些水位 去走上去 7元这个位置 现在是6.7元 还有些水位 然后再升 就等它 派业绩 业绩好 就会有多些 港灯就是 今天回回1% 逆市回回1% 这些股票是这样的 令到很多人虚本 过往大半年 跌了下来 人们见它升少少 就卖了去 执分身彩 但是 上次V型做得相当好 跌了下来 但是这个低位 比上次的低位 是要高的 没有跌到下去 现在 继续在5.5-5.3 那边横行 如果一旦 利息相当好 业绩没有什么 受负面影响 它就会有回 一个相当好的复苏 我觉得 这只股票是可以投资 仍然可以投资 就是风险相当低 一个相当良好的收息股 来的 这只股票又升到我不信 今天又升了 又升2% 又升2.5% 又升2.5% 范然产业信托 我看它的势头 真的升回 在疫情下跌下来 那位 1.4 1.3.8 1.4 2.2 现在都走了一大半 1.2.6 天天有得升 每日有成交 天天有得升 那些成交更多 那些成交比 事前三个月 这股票有多人 比它发生兴趣 只请这股票 但不要买了 这个股票 很多股票可以选 你宁愿选另一版 选择长江基建 也不要选择這些 或者是你选择阳光房地产 选择778 也不要买 这些股价的走势是被人予取予攜 他又以古代息 又走这些东西 估计不到 但息肯定是有得收的 每年都有息收的 有两次利息收的 有货的就拿着它 当是年金的方式处理它 有得升就当有花红 即是有 bonus 没有就收股息 继续收人民币 人民币是升的 你们派的息 相等于港位来说就越来越多 这只股价新钱不宜加进 虽然它升得那么厉害 阳光房地产是这样的 上次台阶是3.7 现在是3.54 如果上次帖 还倚市隔到1%xpd 3.75元 以後就等到業績 如果業績有少許增長 或者沒有減少的話 它還有1-2元升幅 就完成了 派息到派息之間的週期 長期持有是可以的 因為它正在做薄利拖銷的想法 用自己多餘的錢買入多些商場 來收租 這是好的 等於我們買股 收了多股息 買多些股息回來再收 錢會越滾越大 所以我覺得這股股是可以買入的 778也在做同樣的事 不過它將錢去新加坡買了7億 新加坡錢的商業樓宇 收租 領錢更厲害 它是走資 拿20多億新加坡錢 去新加坡錢買一個物業 回來收租 你看到這些房托 紛紛會把自己的貴通裡的錢 或者借回來的錢 去買多些物業回來 趁市道 趁現在可以買到便宜貨的情況下 加多些收租物業 在自己的組合 這個趨勢在房托 是會做的 能夠做這件事 等於它的財政實力 是相當不錯的公司 所以你看到這些消息 就是 表示投資下去 沒有什麼大風險 只是計算利息率 是高還是低 是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所以這個房托 在未來三個月 仍然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投資 今天講到這裡 重點就是 趁現在銀行還沒收檔 如果你想想 在轉角市那裏 真的拿了人仔 現在就 平一些 平35% 如果有一元 平三毛半 就當是 部份獲利 部份拿著它 都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今天講到這裡 收勞 到明年再講話 有些年輕人就說 你覺得油股好 你不要寫在標題上 寫得模糊一些 或者給一個問號 打人家進來聽你 我就不是 我立即告訴你 我就不是做那些事情 我認為要清晰就清晰 我認為要模糊就模糊 譬如你要講版塊的 就模糊一些 有些 每樣都有 你拿瘡 又有一個好處 又有一個壞處 你減瘡 又有一個好處 又有一個壞處 那些我就沒有辦法清晰 那些是模糊 你要聽清楚我講什麼 我就不是寫個標題去 扭你進來聽我這長者 長者收鼓式講話 我已經去到腦島 有時候說一句 就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腦裏的線路都不清晰 都想不到下面那個字是怎樣 大家要原諒 但是我還是盡量把我懂的東西 隨著這個時態的發展 就講我的看法 例如看到一個標題 是講這個很清楚的概念 他用咬文著字的方法去講 我就會解釋清楚 以及講明是應該說 人民幣的升幅已經升到一個位置 美金的跌幅已經跌到一個位置 可能要休息了 可能就要有反彈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這麼簡單的消息 我就看看怎樣 我認為中國放假 放了一段時間 人民幣被人如取如攜 不如減些好過 今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新年快樂 過了年之後再講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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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